任务点在下面,我们直奔任务点好吧 哎,又绕一大圈回去 绝了 哇,这里好多人啊 每个人我都想对话一下 哎 这个闪金光那是什么东西啊 哎,消失了 OK,来了来了 哇,好大一个七天神像啊,在城市的中间 这个蒙德城好像不是很大 我正式介绍,风雨蒲公衣的木戈之城,自由之都 受西风骑士团庇护的旅人们,欢迎来到蒙德城 啊,终于不用再晃眼露宿了 不过城里的大家,精神都不太好的样子 因为最近全城都在反倒风魔龙的是吧 风魔龙,哦,前面的那个风魔龙,那个蓝的就是风魔龙是吧 西风骑士团代理团长,秦,蒙德的守护者 秦 与秦同在的我们,即使是风魔龙这种级别的灾害 也一定能够战胜的,看来是一位大人物 在一起去骑士团总部之前,我有礼物要送给你 是刚才帮我清理秋秋人营地的筹线哦,送装备了 要送装备了 嗯,因为那是小派模没法用的东西吧 但我今晚会请你是萌德特色的蜜匠胡萝卜尖肉 啊,蜜匠胡萝卜尖肉 哎,好Q啊,这个派模 太Q了吧 去高处 现在要去高处,哦,在头顶 沿着这个金色的轨迹去吗 哇,这有个传送标 传送锚点 nice 还奖励有了原石 原石是啥用的,原石是抽奖用的嘛 沙沙,迎游试人 你就是迎游试人 一表演就会口吃 祝你好运 啊,没有任务触发 要送我啥好装备 那么,说好的礼物就是 说好的礼物就是 风之翼 证查骑士靠他在天空中行动 蒙德的市民们也很喜欢用 我特地把你交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让你第一时间感受到他的好处 是正在任心推荐的语气呢 因为风是蒙德的灵魂嘛 哎,刚来的客人就送礼物的吗 风之翼的性能吧 虽然操作起来很简单 但你一定要听我指示 按W向前移动 按下空格键滑翔 啊,这不是滑翔伞吗 这不是滑翔伞吗 行 哟,进动画了 嗯? 嗯? 风魔龙来了 呀,这是要打Boss了吗 不会吧,真要打Boss了 这 我 我,我好像 我打不了Boss啊 我没有技能打Boss啊 现在 我的风刃 手有点短啊 我的风刃 哎,我被吹走了 哎,他终于发出声音了 我这个人物 哇,我们的风之翼太上用途了 哎,风之翼 还能这么长时间的停在高空吗 风魔龙 席卷蒙德的飓风 哎,神秘的声音 你能收束这一个风 让他破开云翼 这个声音 是谁 哇,这个,这个配音 好出戏啊 啊 啊 这是啥 我怎么变战斗机了呀 哇 什么 这是我四级能做到的事情吗 吹着这个风魔龙打 太夸张了吧 哇哇哇,整个屏幕颠倒过来了 哎,瞄不到,瞄不到 好晃啊 哎,这就给他打跑了 就离谱 哎呀 刚刚不会是风神在跟我说话吧 风神给我的力量 哎,上手了上手了 嗯 这个人的比例怎么回事 屁股怎么那么小 你是我们的客人 还是新的风暴呢 风魔龙 竟然开始直接袭击城市内部了 他怎么念的我名字叫旅行者呀 这里还有人没来得及互相认识吧 好的,这是凯亚,是我们的骑兵队长 这两位是远方来的旅者 只知道是远方了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如此 欢迎来到蒙德 但很遗憾 是在这种糟糕的时间 怎么突然角色转变了 哎,他刚刚好装的 怎么突然变了 我虽然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找风神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对吧 这变得也太快了 总之 首先我要带骑士团 向你们道谢 不能放 不客气 那么谢礼呢 蒙德特色的蜜匠胡萝卜尖肉 刚才那场抵御魔龙的战斗 被守护的市民们 都是亲眼目睹了的 代理团长大人 对两位很有兴趣 希望能在骑士团总部一续 前往骑士团总部 按C打开角色界面 查看装扮 风之翼 哦 这么多种风之翼的吗 都解锁不了 就这个最初级的 这里升级有感染号 这可以给我这个人物升级啊 但是总感觉这个后面可能会不够用吧 我要不还是省着吧 每次升级还需要花钱 省着吧省着吧 现在好像打怪啥的还打得过去啊 然后我现在去骑士团总部 哇一进来之后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探索了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任务啊 一直在走主线 骑士团总部 在哪里 是这个吗 还是这个 这个房子特别大 看来这里就是骑士团了 我们进去吧 进入骑士团 呀 哎呀这个好好看 这个就是骑士团长吗 你也太着急了 不是说好的 这是琴啊 风魔龙似乎在城外也有活动 见到他之后我想尽快 不用着急 郁姐 我也回去帮忙的 这个好郁姐 人我带到了 哎是代理团长 正式团长是谁啊 哇这个太好看了吧 这个琴 图书管理员 看得像个魔法师 是因为人手不足 所以来帮忙的好心孩子吗 真可爱 只是 时机不怎么强 风魔龙自从复苏以来 一直在城市周围活动 制造混乱 现在蒙德的元素流动 地脉循环 都已经变得好像被猫咪抓过的线团一样了 对魔法师来说 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哦 皮肤和心情都会变差 如果不受这些干扰 骑士团就有比寻人骑士更好的办法来帮助你们了 现在就请在蒙德赞助一下 由我们西风骑士团来努力解决问题吧 也不能只让骑士团烦心 那么就来决定一下作战计划 风魔龙进攻蒙德 反而让我们见到了终结灾难源头的契机 在丽莎的魔法侦测之下 笼罩蒙德的飓风已经暴露了原流 哦 那么答案是 被废弃的四风守护妙语 风魔龙能够掀起这种程度的暴风 就是借助了那些残余的力量 副本 我开副本了 哇太好看了 太好看了 我不明白 我们过会再问 事不宜迟 暴风正在肆虐 被动防守也没有意义 在龙灾扩大之前 就有我们抢先一步 像废弃妙语的一技进发吧 冲 要进副本了 商城已解锁 变成新的力量吧 祈愿 向群星祈愿获得角色和装备 按下F3开始祈愿 啊 抽卡啊 是抽卡吗 十连八折首次毕得怒爱尔 然后这是什么 福生熟来 福月红珠 看不懂啊 咋十连起 我没有东西啊 没有十连的东西啊 嗯 祈愿的材料不够 哇 然后我的邮寨里有好多东西啊 这是什么 守护之翼 哦 新翅膀啊 全部领取一下 哦 这里送十个耶 我是不是可以抽奖了 那我看看 我的翅膀好像可以换一下了 守候之翼耶 这好像好像看不太出区别 先换了吧 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抽奖了 哎 够了够了 可以抽奖了 不知道这两个抽奖有啥区别啊 这个东西我没有 先试试看这个吧 十连抽 十连抽 啊 只有紫的 没有出金啊 衣礼夫人 哎 这个装备是什么鬼啊 额外获得无主的星辰 北斗 北斗 拿大剑的 获得一个人物啊 紫色的 爱爱诺 诺爱尔 这看起来年纪好小啊 获得两个角色诶 还有120个星辰 陈辉可以兑换这个 啊 兑换还是有上限的 我现在只能换一个 神柱定鬼又是什么 哎不管了以后再看 哇 突然多了两个角色诶 诶 这个是萌了一只眼睛的 这个是啥技能啊 哦 等我出去试试吧 走 去外面跟安博见面啊 接下来的冒险可能会越来越危险 我们先做好准备吧 可以先去蒙德的铁匠铺那里看看 先去蒙德的铁匠铺那里看看 铁匠铺 诶这个4是什么 哎呦 骑士 诶我翅膀不是换了吗 这是换过的翅膀吗 铁匠铺是不是要给我装备啊 嘿 我来了我来了 什么事 什么事 我帮派蒙看看武器 没听说这回事啊 要让我打头阵吗 这么小一只 嗯 原来还能 当然 只要你有矿石就行 在哪里能找到矿石 这样吧 如果你能把铁块带 用不着啊 带回铁矿之后 带回铁矿之后 带回铁矿之后可以找到锻造哎 我踩到铁矿了 还行吧 看这橙色不是不能用 我想委托锻造 哎这些是我之前获得的铁矿吗 这铁矿哇 这个铁矿可以打造装备啊 哎打造个锤子 我这个怎么打造铁矿啊 就能打造个这个 打造个杂矿 这造完了 然后呢 然后呢 啥也造不了 那就我过来干嘛呀 以后找到了矿石 当然 最好是在我不忙 打铁要全神官 手艺好 生意就好 没事的话 真的是一位很认真的大叔 啊这叫我来干嘛呀 我先去做主线了呀 走走走 做主线去 哇这个天会蒙蒙的 哎 又有鸽子了 这鸽子可以重复打的 哎这里又有一个路人 与灵对话 烹饪 哎 我可以在这里做食物 但是不知道这个食物有啥用 现在 哦 这箱子可以打开 啊我这个角色拿大剑呢 重剑 零 但他好像没有可以解锁的任务 先去做任务吧 安博 来找安博 就是这里了 被废弃的四封守护庙语之一 被废弃的庙语之一 已经荒废好多年了 蒙德的民众也根本不会来 搞不好里面会有野兽筑巢 或是自己人建立营地吗 毕竟连风魔龙自己 都放弃了自己的庙语 自己的庙语 虽然我也很不愿意接受 但 风魔龙 曾经也是四封守护之一 哎 先不提这些了 那个风魔龙看着就不像坏的 这里面的风 有些不对劲 进去看看吧 要小心 龙的力量正在影响这里 好 要打副本了 要打副本了 西风之音的妙语 推荐队伍等级4 单人挑战 哦 可以四个人同时出发是吧 开始挑战 打开大门 哦 有宝箱 哇 这个妙语怎么和山洞一样啊 好家伙 安博蓄力之后 箭矢有火元素 这不是我已经学会了的吗 这不是我学会了的东西吗 可以开箱啊 来 呦呦呦呦 上来开一个箱 这边好多东西啊 要给他打了 别挡路别挡路 哦 我收集了什么火元素之灵 利用元素视野发现各种物体的元素特征 绿色代表草元素草可以被火点燃 它的盾牌 秋秋人的盾牌是绿的 怪物无法防御我的火焰攻击 这一关全都要用暗博打吗 长按鼠标中间 进入视野之灵 哎呦 秋秋人在这里 受死 哎 它被我着火了 秋秋人好惨啊 哎 不见了 秋秋人呢 哎 又不见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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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打底下打不到啊 它一回去血就满了 我应该下去打它的吧 哇 跳P 哎 我居然可以跳P啊 就从头上掉下来才行 又 又来几个 来 我试一下新人物 爆弹玩偶 兔兔伯爵 哦 盾反吗 这是 哇 这攻击力好慢啊 这是什么啊 这技能是什么啊 没有技能介绍的吗 爆弹玩偶 兔兔伯爵 这我都打过了 这我前面都用过了 还有这个艾诺尔 艾诺尔也是拿大剑的 两个拿大剑的人物 冲冲冲 下一关 炸药桶 炸药桶要用安博射 呦 炸掉了 炸掉了 谢谢艾诺尔 哦 他放了个盾呢 哎 盖伦 这不盖伦吗 哇 他左剑长按势力 哎 好家伙 这个打着好带感呢 北斗 哦 北斗也可以连击 所以他这个异技能到底是干嘛的 盾反 西树凤凰 西树凤凰 哦 就是他打我的时候 我的伤害可以反弹回去 再来 打我一剑 西树凤凰 返回去了 开个箱 这箱子里都没啥好东西 土豆 走 走 哦 还要往上走 看来上面还有东西呢 这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这是 火元素方碑 我要射火吗 如果有强大的火元素轰击的话 说不定能触发什么呢 哦 在区域内空格两次可乘风起飞 呦 飞起来了 这这关不是专门为这个安博准备的吗 全是安博的技能啊 那就是力量凝聚的节点吧 龙的气息 龙石 两下就打碎了 确实挺累人的 全需要他的技能啊 打火机 他是个打火机 简单来说 主要是因为有情在 但现在 风魔龙已经直接袭击了蒙德内部 嗯 风向变了 我们的策略 也会做出相应的变化 这是丽莎喜欢说的话 对了 之前我们聊到的 四封守护话题 如果想知道过往的历史 也可以去问丽莎 先说明 不是因为我历史学的不好 图书管理员的知识储备 总之 就是会比侦察骑士更完备一点吧 好 挑战成功 这边有个怪 啊这是个人 古风骑士 西风骑士 古德温 关于巡逻任务 恋人葛罗莉 咦 我发现他这个对话中间 的那个宝箱 是没有用的呀 我还以为点那个宝箱 会送什么东西呢 哇 这里有一团 这里有一团仙灵 跟下跟下 送东西的 啊在这里在这里 是这个吧 我在这等你 诶 吓我一跳 史莱姆 龙卷锋 呀 有大招了 等会可以放个大招玩一下 诶 这个重剑打起来好慢啊 非常累打的 新手长枪 没啥好东西啊 哇 这边这个是七天神像吗 诶 这是风神童吧 诶 风神童 这里是不是风起地啊 风车局 这是风起地的七天神像吧 是吗 是七天神像 这块名字好像没解锁 指纹解锁 哦解锁了 哦这就是风起地 诶